11日,一名可爱的女婴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1990年4月26日,在同一家医院,一名男婴也降生了 当时还是初中嘛,大家都还没有用手机 我们唯一的沟通的方式就是这个步步高 然后会在上面留言,有个留言板 我们会在眼保监操的时候 然后因为全班都是闭着眼睛的 我又是当时的一个执行干部 所以我是可以站在讲台上,然后来回巡逻 然后这个时候会趁机着把它写好的这个步步高拿过来 然后晚上回去看了之后,然后再给他回一封信 再趁着第二天的这个眼保监操的时候再给他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吧 在我们感情中获得的一样共同的一个物件 我觉得对我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我想把它存下来 算是给自己生活的一种仪式感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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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eur 记� procure 进行广ции